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更低了 习近平想重定国际格局 分析称不可能 西方媒体揭开习近平访欧真意图 中国打算把核反应堆扶在海面上 地区安全更悬了 强化他的军事存在 他的民间的使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更多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请陆阳来为我们分享一组热点新闻 陆阳 好的宇宙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欧行程进入尾声之际 欧洲商业游说团体 中国欧盟商会5月10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将中国列为首要投资目的地的欧盟企业比例 创下新逼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言辞说 我们正在更多的关注中国GDP的构成 而不是总体数据 我们非常希望看到 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真正驱动因素 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或房地产投资等等 听众朋友请留意我们在节目中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大会预计星期五5月10日 就一项赋予巴勒斯坦人更多权力和待遇的决议进行表决 并呼吁安理会重新考虑批准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第194个正式成员国 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是巴勒斯坦一个长期寻求的重要目标 但也是以色列设法防止的一件大事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 驱逐涉嫌泄露与菲律宾海军上将通话内容的中国外交官 那么菲律宾民众的看法是怎样的 菲律宾民众托磊斯说 我不认为撤换这些外交官能改变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 他们的政府说什么 那些新来的外交官就会照着做 另一位叫米格尔的菲律宾民众说 如果我们能利用比较外交的方式和他们打交道会更好 因为我们要绝对避免的最糟糕的结局就是战争 日本防卫大臣5月10号说 日本必须加强自卫队设施的保安能力 以因应无人机带来的威胁 此前 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出现了一段 疑似无人机拍摄的 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在港口停靠的视频 接下来 中国4月份汽车出口强劲 但国内销售下跌 中国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会 成联会 星期五5月10号报告说 4月份中国出口汽车同比增幅高达38% 成联会的报告说 在国内乘用车零售方面 4月份销售同比下降5.7% 这主要归咎于 汽车价格竞争加剧 和消费者面对经济复苏乏力 对购买大件商品依然缺乏信心 波兰农民5月10号在首都华沙举行抗议欧盟 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出的绿色协议 波兰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农民近几个月来 一直在抗议绿色协议对他们的限制 最后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 5月9日在华盛顿说 德国将向乌克兰援助三套海马斯高机动性都管火箭系统 比斯托里乌斯在访美期间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了会晤 此前一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议会主席罗伯塔·梅措拉 9日在基辅的记者会被空袭警报声打断 梅措拉表示 这更让他体会到 乌克兰正在经历的困境 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我是宇周 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欧洲行为声中 欧洲企业对中国信心更低了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宇周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欧洲的访问进入尾声之际 欧洲企业游说团体中国欧洲商会星期五 5月10号发布了最新的2024年度商业信心调查 这份调查显示 把中国列为首要投资目的地的欧洲企业比例 创下了记录新低 并且警告说要恢复对中国的信心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志远 好的宇周 报道说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 在中国营商前景也处于该报告发布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超过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26%的受访者对当前的增长潜力持悲观态度 44%对未来前景持悲观态度 在中国经济面临逆风之际 习近平督促人民和企业自力更生 并要求官员继续推行以生产为中心 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 即使遭遇西方反弹 在此一背景下 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企业感觉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周一5月6号 利速习近平确保与欧洲的贸易更加平衡 但习近平在巴黎期间几乎没有表现出准备做出重大让步的迹象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向美国之音表示 习近平并不认为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例如他认为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的立场是不合理的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只有13%的受访欧洲企业 说他们目前将中国视为首要投资目的地 中国欧盟商会的成员包括著名商家巴斯夫 马士基 西门子和大中汽车 管理资金公司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代普表示 欧洲企业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波动不稳定和政策方向缺乏可预测性 分析师们表示大流行疫情和房地产危机暴露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局限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欧洲公司正感受到掐紧压力 回报营收增长的公司数量也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近40%的受访欧企表示 中国经济不景气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商业挑战 而称全球经济放缓为挑战最大者以15%的比例居次 该商会表示 欧洲企业正在继续将原本计划在中国进行的投资转至替代市场 这些替代市场被认为更可预测 更可靠和更透明 投资决策的做出是周期性的 并非轻率做出 因此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扭转他们这些决策 宇宙 好 谢谢志愿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习近平欧洲行伪声中 欧企对中国信心更低了 接下来 欧洲三国行习近平是否心想事成 请你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是主持人宇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完成了对法国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这三个欧洲国家的国事访问 中国官方认为 习近平本次选择了欧洲三个与中国 具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具有双引号不同寻常的意义 不过呢 有西方媒体警告说 要与中国对话的同时 不要抱有幻想 那么习近平此行是否心想事成呢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 采访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和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的精彩点评 习近平的欧洲行呢 舆论特别关注就是 俄乌战争的问题和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呢 并且把这两个问题作为这个核心的问题来看待 习近平的欧洲行究竟是不许此行 还是到此一游 方恩格先生 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不会认为他这次访问欧洲是没有什么成果 第一 他有机会去就是一个成果 从外交 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 他在法国虽然马克风总统有提到很多西欧国家 与中国的不同意见的正式方面的东西 包含中国提供俄罗斯很多物资这方面 我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能源等等 或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认为 不是关系很紧张的一个状态 中法关系还是相当稳定 然后他去中利亚跟这个塞比亚 这个气氛完全都是非常欢迎他 毕竟这两个国家算是比较亲俄罗斯 而且很想跟中国扩大马里来往 还有一个我觉得西方的媒体在观察的时候 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想借这一次 对欧洲三个国家的访问 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问题 那么方文革先生 你觉得习近平先生在这样一个 重新定义全球秩序这个问题上 你觉得这一次努力的结果如何呢 我认为习近平中国知道 他们根本不可能会分化 美国跟西欧主要国家 包含法国 意大利 德国等等 主要国家分化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匈利亚跟塞比亚是不一样 或许会跟美国切割 因为这两个国家内政非常复杂 也是走向独裁者的状态 那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是 除了这个习近平做出的 不像俄罗斯出口军民两院物资的承诺以外呢 别的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成果 那么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还基本上同意没有什么成果 因为现在他这回去 应该说是做了精心的布置 精心的安排 否则的话他不会选择这三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都对习近平 给予了非常热烈的高规格的接待和欢迎 因为他们都对中国在经济上 在财政上有所需求 但是到法国来说 你可以看到法国是有一些降级的 另外马克龙还专门把冯德莱恩 也请到了这个巴黎去跟这个习近平的一块组织了这个三方会谈 而且在这个会谈当中呢 冯德莱恩这个语气呢非常的坚定 所以呢习近平呢是很不高兴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 采访李恒清和方恩格的精彩点评 欧洲三国行习近平是否心想事成 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敬请关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我是宇舟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是否将准许民进党赴港 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约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办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 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我是主持人宇舟 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即将宣誓就职 一般预料 两岸关系只会更加恶化 台湾陆委会副主席詹志宏 向北京喊话说 只要一念之间就可以扭转两岸关系 两岸学者建议 北京可以为民进党部分人士赴香港和澳门松绑 以便接触 或者仿效上世纪末的密使形式 建立私下沟通渠道 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杨安的报道 陆阳 好的宇舟 杨安的报道说 处理两岸事务超过30年的詹志宏 在5月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两岸30多年来的互动 经常是在一念之间 而这个一念之间的影响可能会很大 詹志宏透露 中国大陆有些学者其实很惋惜 北京在8年前的520 没有接下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 就在北京当局那一念之间 变成了未完成的答案卷 而如果当初不是那一闪而过的念头 过去8年两岸的互动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杨安的报道说 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 中国涉台学者闫恩林 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专文 建议北京当局与美方共同管控台海危机 另一方面 北京也可以发挥好香港与澳门 在两岸关系中的独特作用 通过为民进党部分人士赴港松绑 开展与民进党的接触沟通工作 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香港现在就是一国一制 没有特殊地位可言 何况香港也不是涉台决策单位 即便北京开放民进党人士赴香港 意义也不大 邱志伟说 邱志伟先前曾与香港转机 因为原定搬机遇台风取消 所有乘客都可以入港到过境旅馆过夜 唯独他遭到港府拒绝入境 香港明治研究所总监许珍告诉美国之音 香港在对外的不管是对西方国家 还是在对台湾 这种政治上的功能很明显 不符合过去这十几年以来 北京对香港这个定位 许珍指出 尤其是现在又有了香港国安法 与基本法23条 一旦民进党人士到了香港 海关要不要给他们签证 还是等他们入境后就地逮捕 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 这些法律不是形同虚设吗 他认为民进党人士也不可能冒着风险来港 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认为 从政府角度来看的话 沟通对话还是非常重要 但这不见得非要是官方的对话 当政者不妨考虑私下的沟通 也就是所谓的密实 上世纪90年代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和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就是通过多线作业的密实管道 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两岸的稳定 寇建文对美国之音说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科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至于两岸有没有可能开辟密实通道 甚至于恢复官方的沟通对话 这完全取决于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包成科说 这个空间取决于他无二的讲话 怎么说 那我们现实的讲 他如果有中华民族的想法的话 那当然这是很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 宇周 好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杨安的报道 中国是否准许民进党赴港 我是宇周 接下来我们关注 中国把核反应堆扶到海上 是否损害地区安全 请您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实事经纬 我是主持人宇周 中国正在展开行动 把核反应堆扶到海面上 这引发了外界巨大关注 美国官员也特别就此发出了警告 分析人士表示 这是中国指望一石二鸟的举措 以夯时期对领海的事实和概念扩张 下面请致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致远 好的宇周 陈云的报道引述华盛顿邮报消息 前美国印度台平洋司令部司令 约翰·阿奎利诺海军上将 与国务院官员表示 中国正在推进浮动核反应堆的计划 为其在南中国海具有争议的岛屿 所建造的军事设施提供动力 他们警告称 这种前景将损害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根据中国媒体的说法 海洋核动力平台是海上移动式小型核电站 是小型核反应炉与船舶工程的有机结合 具有朝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特性 犹如一个海上充电宝 台湾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宋燕辉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虽然这项计划具有一定的功效 但势必造成一些南中国海 岛礁声索国的紧张与不乐见 因为这等于是在主权争议上 又叠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因子 也就是说 中国将安全区的概念 变成是环境安全的概念 让他在执法上可以更名正言顺地 去做这些安检保护的动作 宋燕辉说 换句话说 当各国都还在努力 深锁岛礁主权时 中国在那些人工岛已经建有机场跑道 以及未来若建设好浮动核电站的话 等于是增加了对讨价还价的条件 最后让其他国家不得不低头妥协 宋燕辉说 对他来讲是一石二鸟 就是win-win的strategie 他可以强化他的军事存在 他的民间的使用 他的主权的绳索 为什么 not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副研究员黄宗鼎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的判断是 中国可能宣传的成分居多 当然他们也确实有这样的 在军事上面 在电力上面 在南海进一步巩固他们战略的态势的一个强烈的需求 但是技术上能不能克服 其实是我的判断还是相当保守的 然而除了技术问题之外 南中国海的自然环境也为海上核电站带来潜在的风险 台湾政治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伟华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有评论称 如果中国每座岛礁搭配海洋核动力平台 就相当于是一座核动力航母 西沙永兴岛 南沙永蜀礁 就是两座搭载作战飞机和导弹系统的海上航母 其在军事上的优势远远大于美国远途而来的航空母舰 宇州 好 谢谢志愿 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把核反应堆扶到海上 被指损害地区安全 我是宇州 请你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来看 美国热搜西方媒体 揭开习近平访问欧洲的真实意图 马上回来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其实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 然后拖到一个小巷子里面 然后我们是被拖到办公室的时候 他们让我下车 然后跪在地上 然后直接有个人过在山洞一发 在离开的时候 大家在兴奋着说 走啦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 然后大家往这路的另一侧走 但我频频地回头 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 我在想 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 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 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 叙事型播客节目 岳阳电话的第一季 抗争者 我是武阳 这是一组关于抗疫活动背后 普通人命运的故事 他们中 有人天生反顾 我说 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 你要叫我做什么 是不是要去办游行 还是办示威 还是要去杀人 还是要抢银行 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 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 如果没有1989 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 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 就为党 然后这一代人 现在这个剧本里听到 是为你自己就够了 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 热生活 19号 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 南方来了个小和尚 这个和尚特别逗 他敲个木鱼 他也不说别的 就是走来走去 就是敲木鱼 说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 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 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 在时代的洪流中 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 欲扬电话 在这里 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是宇周 节目最后 习近平访问欧洲的真实意图被揭穿 有专家认为 习近平的欧洲之旅 是为了挽救中国与欧洲关系 日益恶化的趋势 然而 金融时报从习近平这次访欧行程的安排 发现了他的真实目的 下面请听 美国之音 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 齐晓天的报道 金融时报报道说 习近平近五年来首次出访欧洲 访问法国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这似乎有点古怪 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中国领导人选择的这三战 却非常合理 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 中国非常希望破坏北约和欧盟的团结 习近平访问的三个国家 都被视为撬开西方关系裂缝的潜在杠杆 中国外交政策专家 对法国关于欧洲需要从美国手中 获得战略自主权的言论十分着迷 上个月 马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发表演讲时表示 欧洲绝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 这也得到了中国的赞同 中方还注意到 法国后来阻止了在东京开设北约联络处的努力 让北约国家远离亚洲 阻止美国将其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联系起来 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但在北约问题上 习近平有可能过度解读了马克龙的意图 最近马克龙在俄罗斯问题上采取了更为英态的立场 这里中国希望法国与北约和美国保持距离的意愿构成了真正的限制 习近平的欧洲之行也有很强的经济成分 而在经济问题上 法国是一个更加困难的合作伙伴 马克龙可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 但捍卫法国汽车工业的未来则是另一回事 在法国的大力支持下 欧洲委员会已经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了竞争调查 习近平欧洲之行的塞尔维亚战 将为这位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机会 向外界传递地缘政治信息 习近平的访问恰逢克索沃战争期间 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5周年 这将使中国能够强调 北约是一个侵略性的危险组织这一论点 习近平的反北约言论在中国可能很受欢迎 但是告诉欧洲人他们是美国的附庸 而北约是一个危险的组织 大多数欧洲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甚至可能是一种威胁 加入联盟的30个欧洲国家知道 随着俄罗斯在其边境发动侵略战争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约 习近平的第三战是匈牙利 他也是北约成员国之一 尽管如此 匈牙利领导人奥尔班 仍将自己定位为西方联盟中最亲俄和亲中的声音 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决定 很难让其他大多数欧洲人相信 他是带着友谊而来的 塞尔维亚有利于欧盟和北约之外 而匈牙利则从内部破坏了这两个组织 这两个国家都对俄罗斯友好 不久之后 习近平将回国在北京接见普京 这将加深欧洲对中国真正益处的担忧 习近平访问美国 与拜登在花园散步 所谓的旧金山共识 并没有改善中美关系 随着美国防范中国的产能过剩 和刚刚推出对华为的芯片制裁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加大 大家觉得习近平的这次欧洲之旅 不管是挽救欧中关系 还是拆散欧盟和北约 会达到他的外交目标吗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 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西方媒体揭开习近平访问欧洲的真实意图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 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志员 我是宇舟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